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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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火星大氣層 下降著陸 順利挺過恐怖七分鐘 美國毅力號探測車登陸火星 這趟耗時七個月 4.8億公里的旅程 負責操控車子的工程師來自台灣 講起自己的豐工偉業 一臉謙虛 他叫做嚴正 年幼失去雙親 在育幼院長大 大學念清華數學系 畢業後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念博士 1997年進入NASA工作 今年61歲的他 參與四次NASA火星探測計畫 接受平面媒體報導透露 要操控1000公斤重的車子 光訊號來回就要半小時 還要配合火星極端環境來輪班 假設遇到外星生物 嚴正笑說 趕快拍照 大學時期的他 有些科目不太理想 還曾經研避一年 不過當時他就對力學相當有興趣 等於為日後步入太空探險鋪路 他表示 現在出生的嬰兒 有生之年應該可以看到人類登陸火星 嚴正肩負重任 臺灣小孩在NASA發光發亮 三天新聞李文盛 順利安保綜合報導